一名有多项前科的罗姓男子 日前行经林森北路要买早餐 发现路边骑楼下导致一名酒醉男子 脚下还压着随身包包 便因此心生胆念将包包偷走 男子酒醒之后报警 警方经过追查也将嫌犯带回 而罗姓嫌犯共称是因为有房租压力 又缺钱买毒 眼看对方无力防备才会下手犯案 一名男子酒醉倒过骑楼下 不省人事双脚还压着随身包包 路过的罗姓嫌犯眼看机不可思 先是拿起手机假装打电话 慢慢靠近路导男子 等到四下无人便立刻坐下 开始窃取男子包包 喝酒然后喝到凌晨三点多 结果不剩酒粒就出来 就躺在棋楼上面睡着 结果到了清晨 发现他的皮包包包不见了 所以到拍手来报案 只见嫌犯全程拿着手机假装帮忙联络亲友 并用手拨开男子的脚 试图拉出包包 过程中男子一度惊醒 抬头查看 嫌犯吓得立刻缩手 但眼看男子又睡了回去 他随即抽出包包快步离开 男子酒醒后今绝被偷 赶忙报警 检方之后也循现到嫌犯大同虚住处 将他带回森板 他这个因为手头紧 然后他本身又有使用毒品 还有这个房租的一些压力 所以就这样子 47岁的罗姓嫌犯 有毒品窃到前科 他向警方公称 包包里的三万元和两只手机 全都已经变卖拿去买毒品 讯后被移送法班 而被偷的男子恐怕也没想到 这名看似热心的民众 竟然是个趁人之危的可恶窃贼 G90亨提点核宽 台北报道